各位美女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幫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這台TIG增幅版的來由 跟一些未來的我們會對這台車有什麼樣的想法 一樣相同的我們還是要先講一下說 我們還是連續22年榮獲台灣金兵獎 TIG的增幅版的來由就是這場比賽 TEC的耐久賽 8小時耐久賽 就在今年的8月份的時候 在榮潭舉辦的一場比賽 那在這場比賽我們有兩個車隊 立委車業拿到我們賽事總冠軍 那個東海陳宜蘭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這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東海紀念社跟宜蘭紀念社的一個結合 那時候就是東海紀念社跟我們借了一台TIG 所以也想要跟我們一樣去跑這場比賽 那他們就拿到了一個分戰的冠軍這樣子 分組的冠軍 分戰的冠軍 分組的冠軍 那既然說我們的車都要出門去比賽 車都要出門去比賽 那騎不快沒關係 但是服裝要先嚇死人 所以說我們就開始想說 這一台車的服裝我們要怎麼去做它 那最一開始我們就直接採用到說 不然我們把大家最有印象的卡鉗的藍色拿來做底 然後下去做延伸 所以說其實這台車的那個藍色的秘密 就直接叫卡鉗藍了 沒有在跟你躲就直接叫卡鉗藍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把這個卡鉗藍呢 稍微做一個變色的處理 所以說它會有點直直的感覺 有一些角度看起來會稍微有點直直的感覺 增加整體的 增加整體的層次感 那再用我們原本藍色的對比設定 直接使用對比設定 讓這台車的視覺比較強烈 再強烈一點的視覺 就是讓這台車看起來 一眼可以看到說說 這裡有一台好像不是那麼一般的車子 再來我們用霧面的烤漆 用霧面的烤漆加上亮光的貼紙 加上亮光的貼紙 再來去疊說說 我們這台車的一個衝擊感 衝擊感 最後呢我們的前斜板 前斜板 前斜板是因為我們這台車是比賽車 比賽車就是一定會有一些攻擊的姿勢 就是超車的一個狀態 那就是我們做了這兩條比較有力的線條 很像搖牙一樣 就是可以隨時向前超車的一個感覺 最後最後最後 我們車身後面呢 就是設計的比較髒狂一點 髒狂一點 那讓我們的整體的車位 車位看起來更加流線感 也更加有速度感 更加有速度感 這就是目前我們整台車的一個 剛剛在外面看到實車的一個樣貌 我們整台車的一個樣貌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在今年的12月 你們一樣會組成Team BGO 會組成Team PGO 去跑我們的24小時耐久賽 就在12月23號然後24號 一樣會去跑我們的24小時耐久賽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一直想說 要用這台車下去做比賽呢 因為其實這台車 這台車 它雖然不能去跑一些什麼主流的賽事 但是 以這種24小時長時間的耐久賽 第一個 你可以驗證你的產品 第二個 我們可以去 順便去測試一下 我們家自己的東西的一些耐受性 或者是 產品力 那 同時 同時 也可以去 讓這些數據做回饋 做回饋到我們的原廠裡面 去做一些改善 也去改善 那其實要去 玩賽車 玩賽車其實也不是只有我們車廠玩而已 還是需要我們這些贊助商 還是需要這些贊助商 馬奇斯倫塔印腳踏兔 然後 EDECU BY跟等女國際 黃蜂排氣管 美蘇科布雷克 惠雷聲 然後 加魯達 還有BO1 Daypanda 還有 奇摩塔跟 雞卡 這些贊助商是 直接支持我們 就會去跑249 的贊助 這樣子 那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會全部回饋到 我們未來 未來 去打造 新的下台車的 一個 完整的基礎 去打造 新的下台車的 完整基礎 這樣子 這個是 各位比較在意的重點 我們這台車的建議收價 十一萬九千五百塊 十一萬九千五百塊 限量只有99台 這台車就只有99台而已 多了也 不會再多了 那 即日起到 12月31日 停止結單 售完就沒了 停止結單售完就沒了 賣完就 這台車就不見了 賣完這台車就不見了 好 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這裡 這次一樣 我們在這部部上 也琢磨了一些 新東西 在這部部上 也琢磨了一些新東西 第二個就是 我們讓這部部的 頭燈 變成LED版的 因為現在其實 在 道路上還是什麼的 其實 大家都會覺得說 燈已經開始不夠亮了 大家燈已經開始不夠亮了 那我們就直接導入 我們的LED 讓整個這部部 更有 那個 頭燈快要更亮 讓各位的行車安全 更加安全 這樣子 那我們一樣 所有兩個顏色 第一個顏色就是 蜜桃舒芙蕾 粉紅 消光的粉紅色 跟 蘇打泡泡兵 消光的藍色 來去做一個搭配 這樣子 那這台車的售價 在78000塊 78000塊 先進購車 想三千塊 購車金 分期 想三四六七 加重一年的丟車賠車險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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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預計 明年的二月 才會開始交車 是明年的二月 才會開始交車 好 來 各位就是我今天的簡報 謝謝